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趣味和魅力吧 好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爱你就安慰我的不安 跟着我 紧紧摇摆 跟着我 不要伤怀 跟着我 散发光彩 照亮天空的云南 幸福账单作为一个游戏乐园 多年来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 本期幸福账单带你盘点 球类游戏极紧 第一个出场的是 幸福账单的游戏担当 乒乓球 乒乓球是一项速度极快的运动 需要极高的反应速度和手眼协调能力 球员们通过精准的击球和灵活的移动 展现出乒乓球的运动技巧与智慧 但是幸福账单的舞台上 乒乓球不会再受到球班的打击 因为乒乓球在这里要出圈了 就好比这位美丽的女孩 开始 好 白色乒乓球 抓白的 抓白的 乒乓球像蝴蝶一样 在女孩身边翩翩起舞 抓白色的一个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眼疾手快 挑战者需要从眼花缭乱的乒乓球中 寻找到目标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四 漂亮 四 四 很厉害哦 五 哇 好变快啊 你还有三十秒钟 现在是五粒乒乓球 六个 游戏的快乐之处在于参与者很迷茫 看热闹的比参与者更快乐 二十秒钟 你抬一点 好的 七个 踢开一点 把球踢开一点 踢球 踢球 七 六 五 四 三 女孩的心态很稳 成绩也不错 这类竞争对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八个 八个 不错的成绩了 作为竞争对手 男孩也不甘是弱 开始 白色的 他选择的是守株待兔的游戏方式 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 哪个是白球 哪个是黄球 两个 拼乓球飞舞的速度很快 挑战者需要很强的手眼协调能力 才能够获得目标球 白色的其实并不多 这个游戏的看点在于其设计的新颖性 参与者的表现 竞技对创的紧张刺激 最主要的是给观众带来十足的趣味性 七个 还有十五秒钟 八个 小小的乒乓球加上吹风机 就成了有趣搞笑的游戏 创一分我给满分 八 七 现在再一个成功了 最终男孩一分的优势获得了胜利 成功淘汰对手 乒乓球除了可以像风一样自由 他还能被宠爱 就像以下几位 对乒乓球可以说是爱不适口 开始 漂亮 对 吹他 看他的动作像不像在池汤圆 跑了 还不错 这是一款团队游戏 游戏的名字叫做接二连三 这款游戏主要考验的是团队合作的精神 及默契程度 其中奖励和惩罚也充满趣味性 尤其是每个人的表情管理 乒乓球很轻 所以难以控制 这也是游戏的难点之一 游戏过程中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个交接过程真是仪式感满满 只要将乒乓球送到指令桶中 就获得一分 每一个中间只要掉了都只能从头来 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不到一分钟 还有不到一分钟 每一个中间只要掉了都只能从头来 这部门里边咱们监督 监督 好 好 128开始 换下一组队伍出场 看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 不要抖 不要抖 这个游戏看着简单 操作起来还真是有难度 好 时间刚刚过去了20秒 所以游戏的内核是快乐 至于结果也没那么重要 来 就剩90秒 不要抖 你看他的嘴 来 涂雅 不要手不要帮忙 接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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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阿王正正 看他能不能接住 还有50秒钟 还有50秒钟 还有保证掉到桶中 王正正注意 剑绳 还有40秒 对 我们刚才是没有接 没有接 对 团队游戏的乐趣在于 他们能够增进友谊 培养团队精神 获得挑战和成就感 正能 小心 20秒 10 9 8 10 6 5 小游戏大乐趣 3 2 1 1 这样的乒乓球游戏 你爱了吗 放下手机 和你的家人或朋友 一起试试吧 接下来出场的是 那些我们喜爱的足球游戏 足球是一项全球热爱的运动 其趣味性在于团队合作 战术运用的竞技对抗 球员们通过传球射门控球的技术动作 展现出足球运动的魅力 观众则可以欣赏到紧张刺激的比赛 感受到足球运动的激情与热血 但是在幸福账单的舞台上 足球也要出圈了 它的归宿不再是球门 而是靶心 第一位出场的是 退役营仗队女兵 要轻一点 好的 漂亮 轻轻松松 九分入手 没错 这一季游戏就是将足球和射击合二为一 组成的足球打靶游戏 足球打靶游戏 梦也没有想到 我居然飞起来后 要停在靶心上才能得分 尽量不要脱靶 李林叶的腿部力量 还是非常大的 调整好角度 加油 漂亮 最后一球中十三分 以总分二十九分 完美收官 第二位出场的是 玲珑珠女乐团的妙运森 第一球得了十三分 喜欢运动的她 果然实力不凡 还是十三 还是十三 这是一个替换球 吴峥老师不但手上功夫厉害 脚上功夫也不含糊 你怎么老人了 你不要费十次打了 漂亮 十一 没关系 这是唯一一个没有打到分数的球 赛程过半 她能否创造新的成绩呢 六十八分在手 她显得特别轻松 恭喜妙英成 最后得分 六十八分 来 第三位出场的是 古玩专家 马士忌 你原来是 应该是中场 拔任一次 都带着拳呢 非常轻松 六分到手 漂亮 这个游戏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制的 太轻松了 你先别把那十七分打走 过大的力度使得已经获得的十一分白白丢失 可不还有机会 十一分跌落 十一分跌落没有了 现在几十六分 就差那么一点 出角的角度一定要掌握好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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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点 稳点 就像两个球了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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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度实在太大了 最后一球还有机会 漂亮 漂亮 毛老师真是一员猛叫 第四位出场的是退役军人李洪伟 角度稍微有一点偏差 这么贴心是吧 也可以 换了踢球方式的李洪伟 慢慢适应了节奏 很快便获得了七分 又一个十分 这种踢球的方式很适合他 延续的失误让李洪伟状态丢失 他能否快速调整找回状态呢 这个有点可惜 还剩最后一球 他能否追回比分 漂亮 漂亮 第五位出场的是教师刘淑林 可惜了 力度浅加 足球没有沾上 太低了 非常可惜竟然连失三球 对了 还是太低了 还剩最后两颗球了 舒林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 漂亮十九 漂亮十九 几轮下来最终 玲瓏争与乐团的妙应层夺得头筹 这种看似简单的游戏 实则充满了挑战 接下来出场的是那些我们喜爱的高尔夫球游戏 高尔夫球游戏注重策略 技巧和耐心 球员们需要在各种地形和环境下 通过精准的基球和策略性的规划 将球打入目标区域 高尔夫球比赛的乐趣在于其挑战性和策略性 今天的高尔夫球将会和他心爱的球杆分离 而是选择筷子作为搭档组合 是的 高尔夫和筷子成为了搭档 这款游戏虽然高尔夫球占据了主角光环 但其实真真正正的较量是人类和机器 各就各位 三 二 一 开始 游戏开始 到底是头脑人说的人类厉害 这不是平方手啊 这个太重了呀 拭目以待 有一定的重量 这不是有一定的重量 相当重 这太重了呀 滑 而且滑呀 来 想听方法 快快快快 人类和机器人其中的一定 好 一个一个一个 哦 它是两个 来 哎呀 那您拖点的辣地的味道 漂亮使善来 漂亮 白玲老师真是一个吃火锅的高手 好的 现在暂时领先的是机器人队 机器人是用三个一起来的方法 人类发明的机器 机器作为工具 能力却十分强大 不能用别的手啊 帮不住 三个一起来 人类的双手 控制工具需要一定适应的时间 而机器人只需要一套完整的程序 就可以一丝不苟地完成指令 漂亮 漂亮 哇 机器人现在领先 三黄已经完成 哇 恍后 人类也掌握了规律 人类动脑子了 人类 现在和分一样 机器人全队以及叫三粉进军 他们都到粉了吧 再说一个数字 人机对战 观众更想看的是科技带来的新鲜感 至于输赢早就不那么重要了 是我们不对啊 不是绿 是粉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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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的 不过 而且我可以让你当大人的大人 眼前够靠近了 但是我没有做很多衣服 你也没有做到我 你也没做到做出这个衣服 我现在超过来的 两个 现在只能破釜沉重 漂亮 漂亮 这三个 最后的时刻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 继续人有几个 继续人 继续人有时间的 这款游戏是人类和机器之间的比拼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有趣实用的机械设备出现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乐趣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朝气蓬勃的时代感 去年轻转的时代感 从来与太年轻力的时代感 这些是一次性化的时代感 你的时代感 我的时代感 是心中一吞梦的火焰 你的时代感 我的时代感 只脚下一条锦绣花卷 什么是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愤怒也是一种奉献 什么是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成长更是一种浪漫 时代感 我们的时代感 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我们的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我们的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我们的时代感 你的时代感 我的时代感 是健康生活每一天 你的时代感 我的时代感 是爱的路上一路平安 我的时代感 我的时代感 是幸福相载朋友圈 球类游戏因其多样性 趣味性 竞技性和娱乐性等特点 深受大家的喜爱 无论是作为运动员还是观众 人们都能在球类游戏中找到乐趣和挑战 本期幸福账单带你继续盘点 那些年我们喜爱的球类游戏 这就是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承担到时代感 接下来出场的是 那些我们喜爱的网球游戏 网球作为一项竞技运动 也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 因为它可以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和反应能力 同时增强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 许多人选择打网球 作为他们的锻炼方式之一 还是那句话 网球也出圈了 本期幸福账单网球新玩法 每一个网球都有自己的目标 双人对抗 谁与争锋 两人交替比赛 对面有不同的分值 谁获得的分数高 谁就获得胜利 看看谁是最后的赢家 好可惜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 秦远到你了 这个虽然说没劲 它这个方法是对的 你的力度不能太大 好吧 好 接下来瑞雪 网球的表面并不光滑 所以滚动时很难控制方向 这也是游戏的难点之一 这款游戏老少皆宜 没有门槛限制 谁都可以来尝试 这就是幸福账单的游戏魅力 游戏的看点来自于那些结果 都是你意想不到的 每一次得分都很刺激 2分 2分 2比1了 好 现在有的看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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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 看看瑞雪 看看瑞雪 太可惜了 看看秦远 他这个球的力度能否刚刚好 能否刚刚好 双方是2比2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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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进了 我的天 好 现在压力给到了秦远一方 提为现在是5比2 3分 2分 我自己做出出的 3分 3分 4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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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 5分 5分 6分 我不算 来 飞雪 如果进去一个的话 你就胜券带过 平原 如果这一球再不进的话 它就相对比较危险了 瑞雪这支球很怎么样 很遗憾没有进去 平原还剩两个球 这个球非常的关键 如果不进就危险了 差一点儿 如果瑞雪可以进的话 哪怕进一分 它就赢了 好 慢着 秦源现在的比分是5比2 秦源拥有最后一颗球 理论上他还有扳平的机会 就是进去一个三分 如果不进 或者进去一个一分二分的话 他就很遗憾要离开 只呼吸一下 调整一下好不好 加油 竞技游戏通常都拥有紧张刺激的比赛过程 玩家需要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比赛当中 做出各种决策和应对各种挑战 这种紧张刺激的氛围 能够让玩家充分感受到游戏的乐趣和挑战性 高高而出 恭喜瑞雪 恭喜恭喜 接下来出场的是那些我们喜爱的气球游戏 有人会说气球也是球吗 谁说气球不是球 在幸福账单的舞台上只有你想不到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那些被玩坏的气球 寒举飞尖 他这个是 一斗弯 这个是那个指令 这种指令 你再来一下 接下来难度升级 这个杀气球是入门的 接下来我隔着玻璃 打破玻璃后边的气球 这段表演堪称一绝 可见气球在舞台上的任务有拨重力 60秒倒计时 预备 开始 这款游戏的名字叫蹦蹦跳跳 参与者需要跳起来 用帽子上的针刺破气球 规定时间内刺破气球多者获胜 气球是孩子们喜欢的玩具之一 气球游戏也充满了欢乐感 尤其是气球爆炸的瞬间 既刺激又好玩 看住 看住 不要找那 不要找那 对 换一个 四个 他有的时候是在球的缝隙当中 五个 漂亮 老师太棒了 六个 不够他扎的 六个了 漂亮 八个 还有15秒 好 八个 后面 连续的跳跃对于挑战者的体力 也是极大的考验 所以体能才是竞技游戏的不二法门 九个 十个 六 十一个 三 二 一 停 时间到 很棒 刺破了十二个气球 这个结果已经很优秀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其他对手的表现吧 来 六十秒倒计时 三 二 一 开始 快 快 哎呀 哎呀 往前 往前 不要找那 不要找那 对 换一个 由于气球在头顶上方眼睛看不到 所以挑战者只能盲跳 哎呀呀 没丢着 这样 快 看 漂亮 看 yang 不错呀 好的 有有有有有 好的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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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二十秒 很多参与者害怕气球爆破的瞬间 但又忍不住想要去撕破它 这种矛盾的心理 也成为了游戏的看点之一 七 八 漂亮 不错 九 十 还有三个 加油 十一 还有十秒钟 再有两个就安全了 七 六 五 五 三 漂亮 再来一个 三 赶快别放弃 相信这款游戏肯定会受到小朋友的喜欢 尤其是那些比较淘气的小朋友们 十三 十 再来一个 好的 恭喜 开始 且看这一款气球游戏 好 哦 其实这个运送的过程是很难的啊 气球会爆炸也会飞起来 这两种属性都是气球游戏的设计方向 它的向上是很缓慢的 好 清晦姐姐这次一个已经完成了啊 好的 一比一 哎呀 你这够玩悬的你这个 两个人的比赛风格完全不一样啊 一边的是更加的沉稳啊 走的是这个稳定路线 一边的这个比赛风格相对就是比较激进啊 你会看到它会用这个羽毛球拍不停的拍打 但同时它的激进带来的优势就是它的速度会更快 用羽毛球拍控制飞起来的气球 简单又好玩 这款游戏很适合与家人一起玩耍 没关系 不到最后 看 小心好的 现在这边雨萱领先一个还有三十五秒的时间 雨萱已经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了 她完全不是跟着被动的跟着我们气球向上的方式走 而是主动的去控制气球 最后时间还有十五秒 十五秒的时间 十秒的时间 游戏过程获得的喜悦感远胜于结果 这就是游戏的意义 也是幸福账单游戏的设计理念 二 一 时间到 雨萱获得胜利恭喜你 接下来出场的是 那些我们喜爱的保龄球游戏 保龄球又称地滚球 是一种在木板球道上 用球滚积木平的室内体育运动 这是保龄球的正确玩法 幸福账单又将保龄球玩出了新花样 游戏依靠保龄球的抛球技巧 巧妙地运用到游戏中 看看这块游戏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可以轻松地参与进来 享受其中的乐趣 有三分 三分 来东东 过了过了过了 一分一分 两人似乎都没有找到感觉 得分都不是很理想 过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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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好的 好的 好想找到方法 相比上一次出手 两人有了明显的改善 看来状态调整得不错 慢慢找到了感觉 一分 可以 五分 都猛的 无论是为了锻炼身体 还是为了享受乐趣 保龄球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可以成为 幸福账单的游戏的原因之一 一分 漂亮 东东似乎渐入佳境 说感一次比一次好 一分暂时领星李佳南 六 六分 六分 六 六分 停在这儿了 六分 六分 他找到门道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八分 都有机会 现在 目前李佳南仅仅落后董东三分 两个人各有最后一颗球 最后一轮依然有赶超的机会 俙 а 唉 漂亮 天哪 李佳南在关键的一轮顶住压力 得到了本轮游戏第一个满分分值 我站到这儿 如果你过了它 你到这儿 打到七分就一分 赢得比赛的胜利 加油董东 接下来考验董东心理素质的时刻到了 董东只要得到七分 就可以锁定胜局 胜败人为锁定 一切皆有可能 竞技就会有胜败 但是保龄球游戏过程中 获得的快乐才是游戏的内核 接下来出场的是 那些我们喜爱的排球游戏 排球比赛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竞技性 需要球员具备全面的技术和身体素质 排球比赛不仅考验球员的个人能力 还需要球员之间的默契和配合 因此排球运动也是一项团队精神 和集体荣誉的体现 今天幸福账单的排球 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高一点要高一点 对 就是这样 再大力高一点就有戏 不好意思 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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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排球游戏 和排球比赛的规则大有不同 挑战者需要将排球通过反弹的方式 抛到后面的篮子中 因此需要排球的发球 颠球 传球 扣球等技术 先转成六个 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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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 一个差一点 去这个意思 再试这个意思 找到敲门了 健健 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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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边已经一个了 进去了 排球是一个团队运动 这种团队协作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完成六个啊 目前一比零 哎呀 他也 哎 又差一点 又差一点 赶快游戏 一比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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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两个了 两个了 哎呀 两个了 两个了 啊 两个 啊 三个 啊 四个 啊 四个 哎呀 哎呀哎呀 不用不用管 不用管他 啊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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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三个就完成了 跳 哎呀 三点儿 再来 啊 三点儿 啊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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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四比四四比四 还有最后两个 加油 加油 差一点 最后两个 漂亮 差一点 五个 加油 加油 最后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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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这款游戏的乐趣在于其速度和节奏的掌握 这些元素构成了排球游戏的魅力 让参与者在游戏中体验到快乐和成就感 进了 接下来出场的是 那些我们喜爱的瑜伽球游戏 瑜伽球 又称健身球或弹力球 是一种用于健身的球形工具 它柔软且富有弹性 可以承受一定的重量和压力 今天的这个游戏 瑜伽球将作为篮球功能使用 因为今天它要飞得更高 步步高升 三 二 一 开始 哇 杨健准头不错 这么快就要进球了 哇 可惜了 瑜伽球弹框而出 看来球的弹力也是进球的重要参考变量 这不仅需要高度也需要准度 你看 有的时候弹框而出 两人首次失败后迟迟找不到手感 两人的进球机会又来了 这回球会进吗 他们撞上了 篮球把黄球撞入了筐中 来了一出神助攻 好 杨健进了一个了 海藏加油 两人再次开始投篮 目前比分是1比0 两人接连失败 难道碰碰球才是得分关键 呦 杨健两个了 杨健投进两球 压力来到了海城这一边 这一头看能否挽回局势呢 对方帮忙又进了一个3个 又撞了 海城再次帮杨健拿到一分 海城投篮一定要认准自家的篮框啊 目前比分3比0 海城你可一定要加油啊 拿出你九阶边的沁士来 过得天四个了 杨健又进了 但还是要恭喜海城 终于逃过了助攻的命运 海城 海城啊 好 和杨健找到方法了 无功啊 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 面对杨健连进五球的绝对统治力 海城再次果断投球 这次他能否成功呢 球进了 比赛来到了赛点 海城是否还有机会呢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天了 哎哎哎哎哎天了 快乐的游戏已经接近尾声 让我们用一首欢快且甜蜜的歌曲 来缓解一下自己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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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盘点的玻璃球游戏是否勾起了你的童年回忆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玻璃球的新玩法 好的 那就听我的口令 这款游戏将运用到惯性的力量 游戏过程中 挑战者需要将玻璃球运送到指定地点 这种玩法十分新奇 是不是和我们小时候的玩法不太一样呢 弹珍珠四处四处飞键 最终留下了三颗 太心急了 飞中还剩一颗 抓紧放入碗中吧 很可惜你不要着急 泽伟开始心急了 频频出现失误 好 一定要保证成功率 出现空杯运送后 泽伟能否调整好心态再次出发呢 小球还是掉落了 泽伟本次运送空杯落地 在舞台上就是不一样 心态难免要紧张 放松心态不要着急 稳扎稳打 泽伟陷入了失败的怪圈 迟迟找不到手感 时间所剩无几 王泽伟最后能运送几颗呢 好 看看还能不能完成 许多成年人仍然对儿时的玻璃弹珠游戏 怀有深深的怀念和感慨 因此玻璃球多年来也一直受到小朋友的喜爱 这也是幸福账单将它设计成游戏的初衷 十三个弹珠 盘点幸福账单 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 总有一款游戏令人难以忘怀 游戏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快乐的时光 还让我们学会了合作 竞争和社交等重要的生活技能 这也是游戏的意义之所在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游戏的内容吧 下期幸福账单特别策划 带你重温那些最能吹的经典气息类游戏 这些游戏以其多样性和趣味性 早已成为了我们共同的回忆和珍藏 它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与挑战 更展现了游戏的独特魅力和无限创意 其中哪个游戏让你耳熟能详 又有哪个游戏让你未知疯狂 一起来看看吧